其实一直都会有想 然后一直会有微信去沟通跟交流 对也会 也会跟大家 大家会在群里偶尔聊一下天 或者是跟何老师 比如说休息时候 可能约个饭 对 我就是前几天来之前 有几天正好有看 就是之前的路的几期 就正好看到何老师 他们写歌词的那一期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说关于 小鸟飞走了 就是突然在电视机前 听到Cue到自己 就是那种心一颤 然后当时就特别很激动 就想说小鸟飞回来了 然后还有一次是很晚 我们拍完大夜 然后其实特别的累 然后也很困 然后脸上还是写 有一边卸妆 突然就听到了电视机 特别熟悉的一个声音 向往的生活 对 那一刻特别激动 然后就拿起相机就想说 不行我得拍了 就是发到群里边 然后因为妆也没卸干净 然后就整个人特别乱糟糟 然后拍了很多张 就觉得算了 蓬头够面的 然后就又收回去了 但是之后确实心情变好了 就是这种无形的力量感 还挺神奇的我觉得 很激动 就很困难 很激动 很困难 真的太不容易了 张哥 飞这么久过来 就很感动 从开始这一季 开始就听到说 向往的生活 这一季的主题是告别 所以就像回家了一样的感觉 所以就像回家了一样的感觉 我有一瞬间 就是真的 就是除了我们后面开始做很多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 比如说读信 或者是大家一起去动书 或者是我们自己也开始写信 我才有一种要告别的感觉 就其实这次回来 除了进门前 我有 知道我们要告别 和今天的结尾 我知道我们要告别 中间我就是总有一种 还在继续中的感觉 而且不会停下来 就尤其是当我 我我哥 一星跟我们仨 就在客厅 就是大拍啊 就是我们之前一直会做的那些事情 再发生的时候 我就总觉得就是 怎么才刚刚开始 就是那种感觉